因为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和腐败无能 让我们国家当时就像是一个空壳子一样 不堪一击 正是因为这样 日本作为一个小心的导国导国 才能吃饭到我们国家 但是日本的野心太大了 也太自不量力了 他以为可以欺负我们国家 也就可以欺负其他国家 简直是天真的不行 当时的西方国家已经非常先进 不管是在经济方面 还是军事方面都是非常有势力的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是完全把自己当做一个局外人的 不参与也不帮忙 就安安心心的倒卖军火以此牟利 可日本不长眼吗 觉得美国不参与战争是因为怂了 一下子轰炸了珍珠港 这可是热毛了美国 那边美国还在气头上呢 这边日本又开始做了 不仅大肆的屠杀奥军的普鲁 还轰炸了澳大利亚的几个城市 这下好了 日本把澳大利亚也热毛了 要知道澳大利亚和美国可不是软世子 能任由他这样欺负 所以你在这两个国家商量之后 决定一起去攻打日本 这个时候的澳军和美军可都是满肚子的气 恨不得分分钟去把日本撕碎了 所以在火力上已经达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 只要是看到日本军就枉死的打 就连日军的营地也绝不放过 直接进行轰炸 一个火口也不留 这些日军看着这阵势也知道自己玩完了 所以想要投降 但这个时候的澳军和美军早已红了眼 根本连投降的机会都不给日军 只要是日军救杀 以此来为死在日军炮火下的同胞报仇 后来日军实在没有办法了 只好躲在热带雨林的一个防空洞里面 虽然这样躲过了美军和澳军的搜查 但热带雨林非常潮湿 而且防空洞里面空气不流通 所以传染病在这些日军之间就开始了 为了不死在澳军和美军的炮火下 这十万日军只好一直躲在防空洞里面 即使因为传染病死的人越来越多 也没有一个人敢离开防空洞 后来传染病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 没多久这些日军就全死在了防空洞里面 而且死的时候都饱受折磨非常惨 虽然最终这些日本军都死了 但小编还是觉得 要是我们中国人亲手来解决他们就更好了 毕竟日本害死我多不少人